水平对质 全是四驱 您猜的没错 我今天拍的是一辆斯巴鲁 但是两驱混动版的斯巴鲁 您开工吗 斯巴鲁全新XV 已经引进到咱们国内了 大家用着开着都挺嗨 我仅仅看看能有多嗨 目前日本本土Turner和Limited两大类 都有四驱和前驱版车型 至于价格 您做个参考就行吧 就算咱那是纯进口 但毕竟发动机和这边不太一样 SUV车型尤其是像斯巴鲁这样的 底盘高 通过性好 再换上一套性能更好一点的越野轮胎 当然了 您还得选四驱版车型 那就妥妥了奔向诗和远方吧 可这家伙毕竟是从衣报那衍生过来的 后备箱稍微差点意思 可人家行李架都给你准备好了 上面背着行李 小姐踩着高枪 您就出发吧 都说斯巴鲁的工程师设计师 反正那套班子吧 全是理工男 但你看人家小心思小设计 也细腻着呢 内饰这块 我是真没词了 还好终究有这块大屏幕 要不车主朋友们也都在评论区里表示表示 可要说起常情 那斯巴鲁的设计师绝对这份的 您就看着座椅加热按钮 有没有足足背背 顿顿有牛船的感觉 但该说不说啊 斯巴鲁的座椅一直相当可疑 舒适性和运动性之间拿捏均衡 不偏不像 不太容易引起家庭矛盾 开头说了 今儿这是个两驱版车型 而且日本这边动力全都是2.0混动 注意您也别查了 国内的朋友您心里就偷着乐趣吧 虽然它没有匹配咱们国内的2.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但是这个2.0的排量在这边开 我觉得也是完全够用了 2.0自然吸气发动机配合这套混动系统 开起来的感觉就一个字来形容润 平时大多数你把它当作一个家用车来开的话 我觉得这套动力的表现 或者说开起来这种感受非常非常的好 关于这个前驱版车型呢 我想说的是反正在市区这么开啊 由于它可能是一个混动车型有电的加持吧 在有这个动力调调的这种一个因素 所以我觉得和我之前开过的所有的四驱版的斯巴鲁车型 至少在市区形势这一块没有特别特别不一样 或者说是明显的感受 对于一辆家用车来说啊 这样的调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适合 然后我想说的是 你看我现在把车停下来 它这个混动系统真的是配合的非常的好 汽油发动机介入的时候 真的是润物细无声 你要不是特别仔细的去感受 你都发现不了这个发动机 是在一个工作的状态 而且起步的时候 即便是你大脚踩油门 让这个发动机介入参与起步的话 你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感觉 这个发动机有参与进来的这种抖动啊 或者是其他的不适的感觉 再有就是今天我开这个车啊 斯巴鲁真的是把这个发动机噪音 抑制的非常非常的好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我没有想到现在 斯巴鲁的这个车内的发动机噪音 已经能抑制到现在这个程度了 虽然这是一台两驱版前驱版车型 但是它的底盘调校功力 仍然非常的斯巴鲁 如果放下来一个性能更强的发动机的话 它也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这么一来的话 如果你所驾驶这个环境 不是经常下雨下雪 或者说经常要去越野啊 什么之类的话 那这个两驱版车型完全够用了 所以可能很多朋友就有疑问了 这个现在的斯巴鲁呢 还是以前的斯巴鲁吗 由于WRC对国内很多朋友的一些影响啊 或者是宣传吧 大家都会认为这个斯巴鲁车 都是那样的一个 非常偏向于运动型的那么一个车型 但其实斯巴鲁呢 在很多国家也是非常非常的 普通的民用的这些车型 这如此以来这样的调教呢 会让更多的人喜欢上它 爱上它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这等一圈 不知道大家对本土2.0 两驱混沌版车型感觉怎么样 我想说的是 现如今之所以SUV大势不可挡 可能是因为大多数人 不能同时选择或者拥有多台车 所以车到底怎么选这事 还是先放放吧 咱们下期再见 祝大家have a nice day saw you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